背下 背下支袋头 这两个牵着鱼都让它有背下支袋头 背下支呢 今天有个弱支袋头 你弱支袋头 它不会再长那么太旺盛了 是吧 它有背上的这些 你甭管它 然后再拧着 我问你拧这个 看这个 像这种粗状的 有二届支的 轻轻的把它弄一下 拧一下 圆点 一段一段的拧 直到这些支组 然后给它下垂了 它这个 它这个会有劲儿的 你不看它那么多叶片 它会自然下垂的 永恒两天 大概永恒两天不动它 就是不刮风 不会再动的情况下 它就定型了 它就定型了 要不然你要是这么从着 让它往里 就像立着长 它长的秋天全是营养质 它没有结果质 拧完了以后 这些全都会发现成花 从咱们冬检或者春检 直接把它秋检 把它回了 留一个 它就形成一个 明年它会在这个根部 这基部 这儿有引牙 才会再出的 下一年咱们直接把这段 这个它去了不要了 就下一个只能在这里 对 其实大家都说拧枝那个多碎事啊 去拧枝比捡枝还快呢 比捡枝 有时候你捡的那个 怎么说呢 它质量不够 就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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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 也会长得不够了 咱们就留着它俩 它俩分成营养 咱们下检的工作 就为了造成营养 营养之 造这个 下一个就为了造这个椰果枝 椰果枝越多 然后它越那个 四十五十 又细 这种枝是越好的 你秋检的时候 直接去一个 秋检 基本上那营养它又不怎么动了 但这种树 就给它揉一揉 揉一揉就可以了 你要不揉的情况下把它 它有时候从着挡 对 从着挡 把这个给它毁了 如果这边没吃 可以用杆子把它剥一个 就是可以 把这些 上面有肥像的 这种 用沙头的 一定要破坏一下 哪不就是不管它是什么方向 沙头的一定破坏一下 让它长慢点 一定要让它长慢点 要不然 它这沙全都是长成一个小组织了 它就剩了一个小组织 说明来的 又是跟哨疤一样的 嗯 越是跟哨疤一样 越剪越拧下 嗯 有时候大家都说我剪了它 你剪剩下一个 一个 譬如它跑水的地儿大了 你剩下一个 一个才会长得挺大的 是吧 三 四 五个分散的营养 总比一个那个小吧 是吧 分散在每一个枝土上 它就小了 你看咱们这个 湖里面的水 咱们哪儿都跑的水 也不止于圆一个地儿 那个意思 像这颗 这颗扭坏的 你说扭坏的 没事的 没事的 这些都有芽子的 它都会抽芽的 大哥在这儿剪 把这个 大哥拿剪了 把这个剪了 留了背下的 以背下弱枝带头 要留叶吗 不用留叶 然后这个漆根架 对 咱们留个弱枝 其余的 给它打破一下锁枝 就不管它放哪个方向 也没关系 像这个 这个鸡肉就该给它去了 到下面去了 这个去了 在这儿去了 这个镜头坏了 对 因为它太过于熟了 又是离得咱们主干那么近 太近了 它会白白消耗营养 然后这边 这个 这个背下 这个不准备它 像这个整个是鸭子 小鸭子挺直流啊 关注是可以 两块钱一根 也是我搞错了 你是叫我搞三米的 不是不害事的 只要说 你这边 那边 不备干净 你这边 你这边